大家好,今天我們來講一講 一個世界上最有名的發明家,他就是愛迪生 愛迪生一生發明了超過2000種東西 包括電燈、流星機、電影、攝影機等等 他的發明對人類社會有很大的影響 他又被稱為發明大王、光明之父、門洛伯克的奇才 究竟他是怎樣做到這麼多東西的呢? 我們一起來看一下他的故事 愛迪生在1847年2月11日出生 在美國俄亥俄州的一個小鎮 他是他爸爸媽媽的第七個兒子 他的爸爸在加拿大做過餐廳和木材生意 他的媽媽在加拿大當過小學老師 愛迪生小時候很天真好奇 常常問一些另類的問題 例如風是怎樣產生的 一加一點解不是四 他又試過用自己的屁股敷雞蛋 想看一下會不會敷出小雞 他的老師覺得他是臭蛋 不懂學所以在他讀書的時候 經常罵他 他的媽媽不同意老師的話 覺得他是有才華的 就把他帶回家自己教他知識 他的媽媽鼓勵他讀書和做科學實驗 令他對書和科學產生了濃厚的興趣 他讀了很多書包括沙士比亞 迪更斯吉本的羅馬帝國衰亡史等等 他亦都在家裡的地窖裏面做了很多實驗 有時還會搞到火警 愛迪生十五歲的時候開始打工 在火車上買報紙和糖果 他又在火車上開了一份自己的報紙叫先驅報 是世界上第一份在火車上印刷的報紙 他又在火車上的一間空房間搞了一個實驗室 繼續做他的實驗 有一次他在火車上救了一個小男孩 他的爸爸是火車站的站長 很感激他就教他怎樣用電報機 愛迪生學會了電報技術 就開始在美國各地做電報員 他在做電報的時候 還不斷嘗試改進電報機的設計 發明了很多跟電器有關的東西 例如電子投票計數器 證券報價機等等 他的第一個專利就是電子投票計數器 但是他發現政客們不喜歡這個發明 因為他們覺得投票要慢慢來不可以太快 這樣愛迪生就決定以後 不再發明別人不需要的東西 1869年 愛迪生去了紐約在一間公司做電報技師 他在這裡收好了一台壞了的電報機 受到了老闆的賞息 就留下了在這裡做 他又跟他的朋友合夥開了一間公司 專門做電器工程的儀器 他又發明了普通印刷機 令他的公司賺了很多錢 他用這些錢買了一個實驗室 在紐澤西州的門諾柏克 這個實驗室是世界上第一個專門用來做發明的地方 他拼整了很多工程師 跟科學家一起做研究和發明 他的目標是每10天發明一樣東西 每6個月發明一樣大東西 他在這個實驗室裡面發明了最多的東西 包括他最出名的發明就是電燈 電燈是愛迪生最偉大的發明之一 但是他不是第一個發明電燈的人 在他之前已經有很多人試過用電流來發光 但是他們的電燈都有很多缺點 例如壽命短、費用高、光線暗等等不適合實際應用 愛迪生就決心要發明一種可以長時間發光 好電小、光線明亮的電燈 他跟他的助手做了很多實驗 試過很多不同的材料做燈絲 例如捉棉紙發絲等等 但是都不成功 他又試過用烏絲發現 他可以發出很亮的光 但是很快就斷了 他就想到要用高真空的玻璃球包著燈絲 這樣就可以減少氧氣的影響 令燈絲不會那麼快消脫 他又試過用碳化的明絲做燈絲 發現他可以持續發光超過13小時 他就覺得自己成功了 在1879年10月21日 他向世界宣舉發明了電燈 他的電燈比之前的電燈更加實用 更加節能、更加耐用 令很多人驚嘆他的才華 他又不只發明電燈 他還發明了電力系統 包括發電機、電線開關、插座等等 令電燈可以在大範圍內使用 他在紐約市建立了世界上第一個電力公司 為很多建築物提供電力 他的電燈和電力系統改變了人類的生活 令夜晚變得更加光明 令工業交通、娛樂等等都有了新的發展 除了電燈、愛迪生 還發明了很多其他的東西 例如流聲機、電影、攝影機、電磁電話等等 他的流聲機是第一個可以錄音和播放的機器 他用了一個追形的喇叭、一個膠筒和一個針 令聲音可以在膠筒上留下痕跡 然後再用針讀取痕跡玩完聲音 他的電影攝影機是第一個 可以錄製連續動作的機器 他用了一個快速轉動的膠片和一個快門令 每一張膠片可以捕捉一個動作的畫面 然後再用投影機將膠片上的畫面連續播放 令人覺得有動感 他的電池是第一個可以儲存電力的裝置 他用了新同源、流酸等等 令電流可以在電池內流動 然後再用電線將電池和其他的東西連接 令電力可以供應給其他的東西 他的電話是第一個可以用電線傳送聲音的機器 他用了一個碳粒的默克風和一個磁鐵的揚聲器 令聲音可以在電線上轉換成電信號 然後再轉換成聲音 他的這些發明都對人類的文化、娛樂、通訊等等有很大的貢獻 愛迪生一生發明了超過2000種東西 他是世界上最多專利的人 他有1093個美國專利 和很多其他國家的專利 他的發明都是為了解決人類的問題 滿足人類的需要 他的發明精神和創造力 都是值得我們學習的 他在1931年10月18日去世 在年84歲 他的一生都是充滿了光明和希望 他的故事都是激勵了很多人的 我們都可以向他學習 用我們的智慧和努力 為世界帶來更多的進步和美好 這就是愛迪生一生的介紹 希望你們喜歡 如果你們有任何的意見或者問題 歡迎留言和我們分享 多謝你們的收看 下次見 欣賞